完全不聽死話 連簡單的一個基本動作 拿東西 開門什麼這種都沒辦法做 63歲的江先生 語速緩慢的分享肢體靜攣之後 連簡單的拿起手提袋 開門這些行為都無法完成 而許多腦中風病友的家屬 可能都會不曉得 其實腦中風之後的肢體靜攣 比想像中的嚴重 發生率甚至高達4成 不處理的時候 它會造成因為靜攣會連在關節上 那個肌肉是連在關節上 所以就會造成關節有一個定型 定型之後 它原本的應該是肌肉是可以收縮的 那久而久之 這個肌肉會失去功能 一直維持在這個收縮的狀態 那於是連接的那一條肌腱 就會所謂的纖維化 根據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指出 在台灣每年新增 3到5萬腦中風的病患 甚至每4個人當中就會有一位 因此醫生也分享一個口訣 教大家如何簡單辨別中風的前兆 生活習慣就不要抽葉不要熬夜 那要預防三高控制三高 才可以遠離中風 不然中風最常見和嚴重在即興期 就是微笑舉手說你好出了問題 當笑容不對稱 當手舉不起來 當達非所問的時候 就是中風發生 在如此高盛行率的情況之下 腦中風後的照護也需要特別的注意 因此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 攜手台灣腦中風學會出版照護手冊 教導病患如何自我照顧 也讓家屬有一個簡單的照護指引 人間威視秋奇恩 武志恆台北採訪報導 教導 小廣告 教導 教導 教導